哈喽 给你们推荐一个燕麦扶皮 它这个故意铁铁铁这个燕麦扶皮超好 就是它是第三层里面的那个提取的 你看它上面是国家高膳食鲜味标准的六倍 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吃熟菜吃的少的这些人群啊 然后你们就因为有便秘啊这些 你就可以就是抽就是抽这么一一杯 搭个主食早餐啊或者午餐的时候搭主食 而且它这个啊 它这个就是刮你焯到的油啊那些 你就抽这么这里面不是带个烧吗 就这么一烧大概有20克一餐 我感觉就差不多够了 我平时就这么一烧 我现在吃了这么六包了已经 今天小企给你们推荐一下 然后你拿热水 拿热水冲 一滴热水 好 你给它 让它 让它稍微 就是咸一会儿开吧 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粘稠度 完了 你们可以再给你们拿水做个实验 它细油炒好 就是你多大的这些啊 便秘的吃熟菜少的这些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而且它是很 很香的那种 看一下这个捏丑度哦 你让它再放的话 它会更丑 你看 然后你们就每一菜的话 就吃个20到30克 它可以放到酸奶里面 牛奶里面 还有放到那个水果里面 豆椒里面 都可以哦 最主要的它就是膳食线位是很高 而且它的热量是很低的 它现在有活度 之前39块90 发料袋 现在是34块90 直接给你发料袋 而且每袋的净含量400克 料袋就是800克 能吃好久 这个我就是截止以来 就是经常吃的这个 可以做那个 迪卡的那个豆乳盒子 还可以早上起来拿烤箱 放点苹果牛奶鸡蛋 然后再倒两勺这个 燕麦芙皮烤出来 超好吃 而且它的饱腹感是 饱腹感比正常东西的 饱腹感是要恰的很多 你看 就这么丑哦 它这个本来就是 熟的那种超香 你周五或者早餐 你就吃这么一勺 大概20到30克 你试一下 你胳膊不饿 你没有需要就抓紧时间去拍啊 它现在有活动 超小 好